好 大家好 我們的提案是藝文火水象哪流 然後我是象高 我是工程師 然後也是影像工作者 也是一個劇場人 然後他是Ona 他是一個剛被工部門痛康的藝文工作者 欸他很慘 他真的很慘 好 那接下來交給他 好 大家好 我是Ona 然後我是一個獨立藝術工作者 但是工作時間一直在跟工部門糾纏 然後跟一直被傷害 但我還是對藝文環境懷有很多愛 所以我就來了這樣 那這是我第一次來參與 那主要這個計畫的初心 是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好像各個工部門不同的單位 一直不斷對於藝文工作 或是藝文計畫提供很多資源 但是藝術工作者卻一直還在哭窮呢 到底中間的gap在哪裡 那我也觀察到說 如果文化政策的行程 好像彷彿是依賴某一種主事者的個人意志 然後或者是某一種主觀的情感 可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還有什麼方式更理性更成熟的方式可以推動呢 那我們的現狀就是 在台灣的藝文環境方面 其實是有很多資源的重疊情況 好像不同的單位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然後那同時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很多政策其實在換了主事者之後 好像就會有點後繼無力這樣子 那有一個先提供的事實就是說 補助對於藝文環境來說 其實是政策推動的一個還滿重要的工序 那它也會影響整體的環境走向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希望可以藝文補助作為一個主題 來做一個研究 那我們希望可以去透過大家的幫忙 來去建立一個更完整的統整 來藝文補助的資料跟數據分析 然後來為我們提供未來 如果我們要制定更健康的藝文環境政策的話 我們就有所平均 好 那我們就是因為有一些前人 像是之後他們之前有提過藝文圈圈圈 那他們就已經盤點出很多相關的列表 那這邊只列出幾個 那目前在共筆上大概有詳列十幾個啦 那我們就只列幾個 那目前我們做出來的成果只有前兩個 就是文化部的補助資料庫 還有國議會的補助資料庫 這兩個爬蟲已經寫好了 就這樣的資料有爬出來 其他通通都沒有 然後很多也是 目前還不知道資料在哪 所以那我們預期的成果 目前是希望最後可以有個類似像Google的那個 一個GA的流量分析圖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盤點我們的資料列表 然後今天希望可以把 目前爬蟲爬出來的資料 把它資料庫化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希望有一些初步的資料視覺化成果 所以要找的人 今天就是對藝文環境有興趣的人 然後有興趣一起整理資料來源的人 然後對爬蟲或是對資料視覺化 就是都有概念的人 好 謝謝大家 然後疫情退散